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不动幽婆仪也表示 是每一个各 就是所有一切 每一个念头其处 它在入凡的种种作用当前 本来入凡的一切的流润当下 那是鼠阴 鼠阴所以叫幽婆仪 幽婆仪是在家的女众 幽婆仪 它是鼠阴 但是这一念心必定就在现前的尘世间 睡觉在家 所以正在能够现前一切 事间沉浸的种种流润当前 其实都是你最初大决心体 必定能够随缘流润的根本的不动 就好像镜子 能现出尽色的种种随缘的种种万动当下 其实随缘的万动那一个点上 那就是静体它根本就能入世的 本来不动 因为镜子随缘现青现黄 现大现小 现一切万动当下 它能现万动的都是静体的根本不动 所以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受是种种的动向 但是能现出这种种动向的 都是根本的不动的光明 假如没有这种不动的光明 也不能够有一切 你现前所明白的一切万动的了知 万动的生态之中的活泼 所以一般的凡夫就只是在成像之前 看到种种感受之间的万动 不但感受已然是万动 你还随着感受的万动而随它流动 所以念念之间已然只能是凡夫 行者要在过去让你觉得一定受它 不自在的一定流动当前 你都要能体会 你觉得不自在的流动当下 都是你亲民觉体的根本不动 就好像镜子照射 你纵然眼前看到只是 见色中或者是黑色 黑色中的种种的势力 但是这么样强大的势力的流动的 心中的牵引 你都知道 其实那一体的静体都是根本不动 所以没有如是静体哪有静色 你今天站在静色 你也是因为都明白静体才知道静色的 所以将来行者就会在这一切流动的实力里面 你会最初体会到那个根本能照明世间 能够流润在一切万法的根本不动 但是那个不动是在最末梢的 它能入世的流润相 所以它属忧婆仪 它叫不动忧婆仪 你能够明白那一念心 你就知道 你一定有一个叫做菩萨 难吹拂智慧造解脱门 你是站在大觉性体 必定能够知道万法的菩萨 那个万恨 所以菩萨叫做大觉有情 你是站在大觉上面知道有情的 你不是在有情的感受之中 而忘记了你的菩提 你的大觉 所以你是站在大觉能知道的有情 那一定是最初 能现出种种万动的 根本不动的庄严 所以那叫难吹拂 为什么叫难吹拂 它能够现一切动 但是一切动不能坏它的不动 因为一切的动都是从现在的根本 心体觉体的不动中流出 所以不动中流出的种种万动 它都不能够坏它的不动 假如那些万动能够坏起 你觉体智慧的不动 那你要是坏了这个不动 你又躲在现在感受的种种动向 你只知道动 在动中再黑就不知道白 再白就不知道黑 你就反而一切法都断灭 你为什么能够在一切感受之中 千变万化 你都能够随其万动 你能随其万动的 它从来不是动 你能够明白万动的 它从来就不动 因为你常守住不动 才能够任其万动 所以这叫难摧腐智慧造解脱门 我的菩萨坚固受持行门 你明白这个难摧腐智慧造识 你当然就能够任其 照黑照白照大照小 造一切万动 但是你正在献一切万动时 你只是明白大决心体的根本受持而已 那是坚固的受持门 为什么叫坚固 因为一切法之中的 所有一切的万动流转 都是这一念心流出的 这一念心流出的种种法 从来没有一法漏失 也没有一法不是因它而呈现 所以叫坚固 所以决心就是如此 你的佛性就是如此 我的菩萨一切法平等地总持门 你要是明白那个坚固受持行门 你当然能够再黑 虽然能现黑的差别 再白虽然能现白的差别 但是再现一切差别 你心底深处都住根本平等 就好像镜子造色之时 它能照大能照小 能照黑能照白 它能够陷进一切差别 但是陷进一切差别处 镜子永恒住在根本平等中 它是在这个平等中总持一切 再一个 我的菩萨照明一切法辩才门 你真能够明白如是 你就会发现 你念念地会在心中 念念深入 念念地体会到 再有一念智慧 它就会现前 你不但能够明白那个不动 你还会清楚那个万动 所以你在不动当前 你能够讲进一切万动 你可以在万动当前 可以说进一切不动 那是照明一切法辩才门 所以你可以在不动中 道进一切动 一切动中道进根本不动 从动中说不动 不动中说动 那才是根本的一切法的总持变才门 我得菩萨求一切法 无疲验三门门 所以站在这一念心中 说求 它是不可求向中求 所以它在一切感受 镜子照射之时 好像镜子就有整体 好像取种种颜色的感觉 它好像有往前取的作用 这个往前取的作用 好似叫做求 但事实上镜子照射 你说那个取 其实就是一体 决心在一切感觉时 你仿佛好像中间有一个取向 那个取求 其实就是一体 只是在决心变化成感受之时 它变一个面貌当下 在这个变化的面貌当前 好像就有一个取求的感觉 但事实上这一切感觉 都是你的一体而已 既然是一体 所以横其献其所有的取求效 横其献其取求 但是一体故 所以根本没有皮炎 因为它在一切法中所献的一切 因为它不动故 也不会作义 所以现前仿佛好像有动 有作义故 就要像镜子献色 好像有取 好像有作义故 所以你以为有作 事实上这一切的有作有求 都是无作 因为无作物 所以永无皮炎 就永无皮炎 镜子照射 永无皮炎 镜子永远照射 永远会让你觉得好像 有取着色的感觉 但这个取着 永远不费 镜体一丝一毫的种种力量 因为它就是根本就是如此 你的决心跟镜子就是一样 你的大决心体 你的根本面目就是如此 你不肯回头去认 你只能够抓着虔诚的感受 你只能随感受 念念之间被它束缚 你就变成了一个根本反复 你这一生到将来生 你只能被你的感受束缚的人 将来生生世世 也断变了智慧 因为它永远都是 堕在感受的最深层树 它只能随着感受说之 根本它不能够知感受 所以它当然就能够 它就会断了智慧 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经中 节路的一段经文